好我們來開會 各位議員同仁請 詳閱本會第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學人 好今天是進行教育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我們先向大會來報告 今天的議程進行到教育部門的業務報告 接著呢就開始質詢 那我們首先先從 這個教育局嗎 是不是 好教育局先來做業務報告 我們請范局長 那盡量重點跟簡短 謝謝 主席各位議員大家早安 那教育局要報告 我們的教育局的業務報告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幾位主管 那是特殊教育課的代理科長黃澤斌 秘書室的主任歐樹文 社教館的代理館長沈昆佑 家教中心代理主任沈樹田 那接下來我的報告呢分為四個重點 那以這個高雄市的教育生態 讓大家來能夠了解我們全體的面貌 第一個是我們的學生人數在25萬3000多人 學校大概358所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特色就是小班以下的 小班的小校的學校呢 占的比例相當高 六班以下有63所 7到12班有55所 總數是118所 我們有五所社區大學 樂林中心有175個據點 國中小的補校有49校 高中職進修學校有11校 這個主要都是在社會教育的方面 我們有五個家長團體 四個教師團體 就教師的結構來看一下 我們占有的博士學位的有1.4% 那碩士53.4% 那平均年齡呢 三級教師的平均年齡是在41.76歲 實際禁用的員額是在16974名教師 看一下我們這五年的退休能力的分析 這五年退休校長來講 平均的年齡大概都是在57歲到58歲之間 那人數呢沒有特別的變動 105年是27人 退休的老師的平均的年齡 從53歲到52歲 人數在這兩年都在600人以上 那高雄市的預算結構 各位議員也非常清楚 我們的用輪費用佔了75% 那這個資本支出佔了4% 所有的教學計畫跟可以推動的新的政策面呢 大概比例是20% 我們大高雄的整個教育藍圖 一直不要忘記就是與國際接軌 未來準備人才 我們用三大主軸來作為我們的教育的推動力量 那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翻轉創新 然後是深耕本土跟放眼國際 在翻轉創新這一塊呢 我們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翻轉教學 那為什麼我們把教學放在第一位呢 因為所有的教育的真實的 最真實的感受一定是在每一個教師裡真實發生的改變 所以當這個翻轉教學的這個力量興起的時候呢 從去年開始我們就積極支持教師或者教師團體 他們推動的各種工作方來增加教師的整個教學方法的改變 開始思考 從老師本位的思考開始以學生的學習為主體的思考 做了這麼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國際的論壇 包括我們今年就辦了三場國際教育論壇 有效多元的教學呢我們做這個分享 105年的上半年就辦了457場次 有超過1萬名老師參與 那在推動官課 備課 議課 這件事情是相當重要的 上半年有318場 有6000多名老師參與 同時鼓勵老師組成學習的社群 所以基礎的社群超過392 進階有46團 海洋教育的社群剛剛組成已經有8個社群 另外建立自主學習平臺 就是Duck Go的這個影片的分享 影片的累積的數字已經達到1067了 但是我們還是跟軍醫平臺幾個主要的民間推動 摩克斯學習的平臺做了很好的連結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翻轉教室這個部分 就是2014年 《星子天下》提到的高雄的翻轉老師 做翻轉教學的部分 23人 到了去年到677人 今年大概2215名老師 都在進行翻轉的教學 這是教育界裡頭 或者在學校看到最漂亮的風景 所以我很期待我們的議員 在這個學期開始能夠多到學校去 看看這個觀課 看看他們怎麼觀課 怎麼議課 怎麼備課 看到學校真實的改變 另外高雄市的教育界裡頭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全國最優秀的國教輔導團 國教輔導團的總人數呢 大概超過300人以上 都是來自各級學校最優秀的老師跟校長所組成的 所以他們做的事情呢 就包括到校諮詢服務 夥伴學校輔導協助 學校支持團隊註點 還有專業的宅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以我們這個國教輔導團過去一年的成績呢 在2014到2015到2016 大概都是全國最好的一個團隊 我們在今年得到卓越團隊 是社會領域跟自然領域 經濟團隊語文跟國語文 勇於挑戰是體健跟性平的議題 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 我們小校的這個特性 我們有118個國中小 是屬於12班以下的學校 所以讓小校怎麼能夠翻轉 它必須要做在地連結 思考每一個小校所在區域的 它的人文 歷史 產業 地理 各種風貌 形成他們的一個教學上的 發展的一個特色 在去年開始這樣子的一個計畫的時候 有27個學校參與 到今年呢 我們還是有28個學校繼續參與 正在發展8個學習的路線 其實這個將來跟我們農業局的 譬如說一日農夫 或者是觀光局的 這個體驗經濟學習 都會銜接在一起 所以小校翻轉 我們預期三年 我們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亮點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打造創客基地 這個MAKER跟翻轉的席捲全球 從去年以來 我們結合民間的團體 也結合大專院校 積極來佈局高雄的MAKER教育 所以我們這個MAKER教育 除了我們跟高師大 還有五個縣市 簽署製造者合作的策略聯盟 同時我們最早就跟高雄第一科大 簽署製造者策略聯盟 所以跟大學的策略聯盟 已經建置完成了 主要是高師大發展課程 跟圖設備的兩個方向 第一科大發展高中職教師的總職教師 從高中職再往下延伸到國中小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年有非常多的暑假活動 是以MAKER為主的 今年七八月就超過三十場的 創課的課程 我們其今國小的優秀團隊 也得到美國2016FL世界機器人大賽 裁判團的大獎 我們持續跟很多很多民間團體 來佈局我們的創課的教育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成立了一個叫做 三年佈局的一個主體 這個主體是說 我們中間有一個恆星的概念 接下來有行星的概念 有六個區域有六個行星 然後接下來 每個行星會服務周邊的十所學校 預計三十年 三年內有六十個學校 會進入我們這個MAKER的佈局 但是也是從基本開始 就是課程到底去 怎麼去學習 學校該擁有的這個MAKER設備是什麼 如何能夠啟發他們動手做的能力 那另外一個高雄是做的很特別的 在全國性來講 引起很多的觀摩學習 就是我們策略聯盟的學員 到今年為止 從去年的愛河學園 到小港健康學園 其今的海洋學園 很快就要成立了大寮區的國際學園 那各位議員可以看到 我們在愛河學園已經有很好的發展 今年進入第二年 那學校的共構的課程 互相可以輪流跑校來學習 每個學校都有它的特色 那小港健康學園 特別要感謝小港醫院的侯院長 跟他的團隊 願意走入學校走入社區 使得這個健康學園的這個概念 跟目標得以實現 那其今海洋學園 是因為我們主要在推高雄的面向海洋 為未來準備海洋人才 那其今真的是一個天生的海洋教育的一個原地 所以一所國中跟三所國小各自發展不同的課程 那他們的上面有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還有相關的這個產業界 就在此其今有這麼多的造船業 遠洋漁業 還有很多很多的產業都可以做連結 那大寮國際學園是利用我們的大寮辭班 一百零五學年度 他正式退場以後 中山工商乘租了他那棟樓 他主要要進來兩百個橋生 兩百個來自東南洋的橋生 做住宿 同時發展多元課程 國際學生的接待等等 所以跟大寮的國中跟下面的國小呢 會有很好的連結 那在下面一個主要的議題就是深耕本土 其實有八個面向 各位都知道我們的市長還有教育局 長期以來就非常重視母語的學習 所以母語的部分呢 去年以來發展了很多 就是所謂的沉浸式的全母語的課程 這裡頭課語有六所國小 然後有十所幼兒園 原住民學校有兩所幼兒園 閩南語有兩個幼兒園 同時我們唯一有的 卡納卡納夫的這個族群呢 我們為他們做這個有生教材 同時也做高雄小護士的有生教材 送給全市所有的幼兒園 本土群的開設是全國之冠 國小達到百分之百 國中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那另外我們也培訓了越南 印尼還有柬埔寨新住民 作為母女失資 這個有超過一百名 那另外一個就是各位議員 會非常關心的就是 幼兒教保服務的公共化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配合小英總統的 這個新政策方向 其實我們正在進行這個規劃 就如何能夠在四到五年內提升到 公共化的幼兒的這個比例 達到四成就是四比六的一個目標 那另外就是鼓勵實驗教育 我們在前年完成了這個實驗教育相關法案 相關的規範以後呢 積極推動實驗教育 特別跟園民會合作來推動 啟動了民族實驗的教育 但這個民族實驗教育 同時我們也設立了 在小港區二齡國小設立這個 原住民資源教育中心 我們特別期待原住民的實驗教育 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那另外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學校型態 跟非學校型態的這些實驗教育的 總人數其實大概只五百四十二人左右 他們人數雖少 但是帶了非常進步的教育理念跟哲學 那也會跟我們體制內的學校呢 做交流啊 所以這個會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我們把高雄市定位為海洋首都 所以面向海洋培養未來人才 一直是教育局非常關注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有三十二所海洋核心學校 領海的學校有六十四所 那這個九十六所學校呢 是第一年跟第二年發展的主體 接下來我們會形成高雄市 四本位的海洋教育的課程 那所有的體驗活動 也跟我們許多民間團體來合作 包括我們跟看見台灣基金會 也跟澎湖形成海洋雙星的聯盟 那我們好幾次的三級校長會議呢 都以海洋教育為主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今年的不久以前 就這個月才去做了三重縣的 海洋教育的參訪交流 因為三重縣跟我們簽了這個MOU 也非常的願意跟我們做海洋 跟環境教育的交流 議員們非常關心校園多元的創新利用 所以一直做清查跟盤點 那可以釋出謀合的空間呢 大概有十七個行政區 37間學校有234間的教室 這是剔除了那些有安全餘慮 或者沒有使用執照 我們在今年的3月22號 訂定了一個校園閒置空間 活化的實施的要點 有九個重要的方向 高齡者健康促進多元照顧 青年創業跟文創產業育成中心 社會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的交流場域 社區終身學習實驗教育 在地文化藝術的保存 落實照顧 另外就是拖嬰跟這個非營利幼兒園 還有其他有利公共的事務 所以看到我們做的很受大家矚目的 就是新興區大同國小 成立了一個大同福樂學園 這可以作為一個學校第一個老人的日拖中心 我們期待這個模式會繼續推廣 那賈仙的中心國小 作為我們的藝能家園 有14個學童在那裡 另外我們在行政上做了一些創新 第一個是今年這個105學年度開始 我們正式有23位後用校長 到本局跟所屬單位進行行政實習 這個對他們的歷練真能跟效能 會有很好的效益 另外我們也在市府的支持之下 成立了校園的工存科 因為其實我們每年處理的這個 校園的建設的經費也相當的高 但是一直沒有一個專職專業的一個科 所以這個目前還在原額跟全序部的過程之中 預期明年1月就可以正式成立了 我們重塑校園的空間 特別去獎勵我們這些學校 從各種不同來源得到補助 但是他們把學校的廁所做得既優質 又非常具有美感 所以我們選了19所作為全市的典範的學校 另外我們也做了一個普查找出15個學校 有44間廁所 其實是屬於非常不良的狀況 這個部分是教育局要主動介入 給予資源來幫助他們 另外在放眼國際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重點是放在 很多多樣化的國際交流 同時也推動很多跟國際相關的活動 也包括海外的體驗學習 國際學術跟競賽 藝文交流 跨國際交流 接待家庭的系統 目前建立已經有600戶的家庭 可以擔任接待家庭的工作 我們引進了美國的實習教師 跟愛華州立大學的合作 到目前有10位 每年跟Fulbright合作 有13位進來 希望把他們配置在我們的這個 大概就是在市區或偏遠的學校連結起來 能夠真的帶動一個良好的 英文學習的一個環境 跟學習語言的方式 那另外在體育活動方面 各位很知道 我們不管是足球或者是男子排球 還有馬拉松 都有非常多的國際化 那另外就是新南向政策 這個是蔡英文總統非常重要的 對教育局來講 我們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在語言扎根 所以在國小開始就要進行 新主民語言的教材 還有師資的培訓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跟這個越南做了訪問以後 越南的教育訓練部 還有它的外交部的僑委會呢 都跟我們願意積極合作 把越南的教材引進台灣 做了一些修正以後 我們接下來呢 會跟他們合作做師資的培育 在新主民裡頭選擇優秀的人才 進行師資培育以後 是由越南的教育訓練部 來發給他們一個認證的 博語教學的資源能力的一個認證的證明 那另外我們跟文藻大學 師範大學 還有許多的大學呢 高雄大學 易守大學 中山大學 高雄英文大學 充分結合我們在地的大專院校的專業的能力 還有產業界的力量 我們希望培養的學生能夠看到 台灣跟東南亞跟南亞之間的密切的連結 也可以從這個大的領域裡頭看到他們的未來 讓他們的這個學習更有目標 所以另外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多元人才的培育呢 這個昨天我們的主席特別問到小英總統的5加2的產業是什麼 其實這個5加2的產業呢 在高雄的佈局裡頭呢 都跟我們的高中職的學習做連結 那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點就是 在104年發佈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它培育的這個技職教育的人才的制度裡頭呢 特別要求從國小階段到國中階段 都要做這個職業的體驗課程 產業參訪的活動 職業探索課程 生涯輔導課程 職業認知課程 意思說高雄培養的小孩 他要深刻了解 在高雄這一塊基地裡頭 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產業佈局的城市 那這些產市有何產業的未來 他們從小就要能夠認識 這個當然也要跟我們市府的 清發局 農業局 海洋局 文化局 觀光局等等合作 後面的資料就會看到我們發展出來 各式各樣的特色的課程 105年參與跨域課程的學校 就有12所 那特色高中的產學合作 普通高中就已經有5所 另外技職體系的產學合作模式 這是最早開始 所以非常多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這些資料 那最後我們要說到 我們也跟了國防產業做了一個接軌 就是國防與校園技職人才的交流跟培育 所以做了競賽 其實現在正在進行 那過去這個一年裡頭 其實我們得到了友善校園卓越縣市 我們社區大學的業務非常的優等 全國科展團體組的全國第一名 那104年度呢 所有的教育經費補助 考核六都第一名 那資訊教育執行成果 全國的特優 還有得到了全運會的三連霸 另外教師發展評鑒 也得到一個特優典範縣市 那另外我們在實安部分 也得到了一個傑出獎 獲得800萬的獎金 學校的網際網路博覽會獲得三項白金獎 國民教育輔導團獲獎數 連續三年全國第一 那我們未來的挑戰 是學生學歷的提升 就是大家都提到 全國會考減息到底怎麼做 西級 然後如何繼續整合資源來培育人才 少子高齡化之下的一個教育生態 我們要怎麼處理 同時讓我們的小校能夠永續發展 以上報告 多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謝謝教育局長 第二位我們請空大劉校長做業務報告 主席各位議員先生女士 以及我們教育部門的相關市府同仁大家好 我是今年8月1號就任的空大校長劉家如 那首先呢我介紹一下我們新任的一級主管 那從我這邊開始 是我們的高一展教務長 還有我們的秘書處處長胡以祥 胡處長 還有我們的會計室那個蕭主任 接下來是我們人事室的江敏華江主任 還有我們輔導處的陳欣欣陳處長 還有我們研發處的李友皇李處長 還有我們學子中心的蔡忠哲蔡主任 還有我們那個電算中心的中敬品中主任 圖書館的薛昭義薛主任 還有媒體處的那個郭一聖 郭處長還有我們的那個 李碩通識中心李碩的李主任 然後法政系系主任 李福龍李主任 工商系主任 李文奎李主任 還有我們的科技管理系 吳欣穎吳主任 好那比較快的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新團隊 那在業務報告的第一頁 其實我用四個大的Outline講一下 我們現在的特性定位 還有我們做的一些相關東西跟願景 事實上空大的定位是很特別 它是我們市府的一個自己的大選 所以它定位在非常實用經濟取向 而且是終身學習的這個面向 那我想這樣的定位呢 會給我們的市民提供一個 終身學習的一個殿堂 那其中我們這幾個系 剛才有介紹到了 這不同 來自不同的面向的一個學系 去勾勒出 我們在高雄市這個 對終身學習的這個 所有的一個 系別的一個相關的在使用上 包括在證照的取得上 或第二專長的輔導上 去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定位 那目前呢我們的編制 有專任教授 就是有二十一位 然後我們的兼任教授 大概到一百二十幾名 到一百五十名 事實上是把南部所有 公司立大學的一些 教授的平台建置起來 然後職員現在目前有二十四人 那教授一人目前就是我本身 那在這個這麼少的老師的狀況之下 我有一個小小的舉例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下一頁 我們今年的學生是 一般的大學少子化的衝擊 事實上是人是越來越少 可是空大它剛好 符合上這個社會高齡化 需要終身學習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的招生人數是上升的 包括今年都已經跟他們 到了今天為止大概是八百九十人 到月底才截止 我們相信是可以破切 然後講一個比較比例 例如說像 舉例來說像高師大今年的新生 也是大概八百六十人本地生 加上喬生九百二十人 所以事實上 空大的學生是多的 那一般國立大學的教授大概兩三百位 可是我們空大只有二十一位專任教授 然後在這麼少的人力之下 去把整個大學挺起來 所以我對學校的教職員是非常敬佩的 因為他挺起來這個所有的師生的這個比例 那獲得的經費也是在公私立大學 因為教育是投資機構 所以公私立大學拿到的經費 都有獲得教育部很多的補助 那我們獲得師傅的補助這部分 是在很少的資源之下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待會我會再主一講 那我們畢業的校友已經累積到六千多人了 那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呢 來 再下一個 我進來空大之後 我覺得可以落實國際的合作 所以在我過去的時候我想說 因為空大是不能有 目前教育部還沒有允許設立碩士學位 那空大的畢業生如果想念碩士學位的話 他可能就在國內就讀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廣道 就是所謂的Master of Education Online的這個learning 所以我們跟他們簽訂的不同大學以後 要簽訂的就是屬於這種 Online Master Degree的課程 之後可以跟這個空大可以做結合 那包括大學部的課程也可以藉由這種 線上的這種互動 能夠讓我們的大學的課程更加充實 這個下一頁 那我們還有海外班隊 事實上政府有新南向政策 那空大在之前就已經踏出第一步了 所以在那個同奈已經有自己的班級 是針對台商跟台商子弟 所做的一個班級 那這個班級其實幫助了台商 在遠距的狀況下 還可以獲得學歷 獲得第二專長 或者是獲得他目前在外地需要的一些資源 我相信空大在這個新南向政策的教育部分 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之後呢我們在平陽以及胡志明市都會相繼已經 之前已經聯絡好 就是接下來11月的時候 11月中的時候 可能就是必須要去把學習指導中心建立起來 然後其實空大學生政治遍布很廣 我曾經有86歲的學生 一個長者寫信給我 我也有十幾歲的學生 所以我們的學生的範疇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在軍啊警啊 或是各方面層次我們的涉略也很深 像軍人跟警察他們的任務很多 那如果說要在平常一般的學習 教育系統下學習的話 時間上可能沒辦法配合 會影響他的進修 那空大剛好提供這麼好的平台 所以我們在第八軍團 尤其是陸軍部兵訓練指揮部 去辦這個招先說明會 有很多我們的學生 在軍人跟警戒這部分 提供他們另外一個 終身學習的另外一個平台 然後我們很多的策略聯盟 在空大的策略聯盟上 有一個另外一個特點 我想一般大學 都有很多策略聯盟的狀況 不過空大的策略聯盟 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他必須要把外界大學的資源 引到空大來 那給我們的師生 給我們的市民 尤其是 致力於終身學習的這些市民 有些市民朋友們 他一次唸了我們六個系 一個一個系慢慢唸這樣 整個把六個系都唸完了 那就是說他整個一直在 不斷在做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我必須要跟其他的單位 做策略聯盟 去把這些資源帶來空大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那因為我們的兼任老師遍布在南部 各個的國立大學 包括我們的專任老師 所以我們建立很強的這個師資結構 例如說我們的法政系 他就不只 他就把所有南部跟法律相關科系的教師 通通都找來了 所以空大的特質很特別 那我們的師資也很堅強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我們的老師知道 怎麼樣去教這些成人們 因為我們的學生他也許是成人來做終身學習 他如果不知道怎麼教的話 其實上是會有一些阻礙 所以這部分教師專業成長是非常重視 所以今年我是請了那個蔡堅偉 因為他原來就是成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學者 他來講成人的教育學 教師的角色觀引起很大的迴響 然後我們接下來 因為我們的校校社已經有滿大的年紀了 然後剛好在今年整修完成 所以看起來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空大有一個新的風貌 接下來 那我上任之後 我非常重視我們的校友跟學生的學習 我們有26個社團 那因為成人的學習很特別 他不像一般的同學一樣 背個鼠包或者是說同一班 然後都常常遇見 他們不常遇見 也不常在同一個環境常常相處 所以我們的社團活動 提供他們一個很好的平台 除了訓練他們其他的技藝之外 包括像舞蹈社 或其他這樣的社團 提供這樣的學習之外 也提供他們一個感情 聯繫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 那接下來還有我們的校總會也是 我都非常的重視 那在行政創新方面 那我在上任的時候曾經講過這句話 就是說 轉彎需要智慧往前需要勇氣 因為其他大學都在轉型 空大現在剛好迎合到中間教育的步伐 所以我們的轉型的部分 只在於說我們怎麼樣把我們線上課程 做更精進更國際化的一個創新 更精進化的創新 然後所以在這個我們那麼少的 把它關起來好嗎 在我們這麼少的資源之下 我們做了很多行政上的任務小組 因為我們只有21名專任教授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任務的分配跟小組 來做行政上的革新 然後下一頁走入國際這邊 咦 怎麼回來了 好 在這一頁裡面我要提到的是說 因為我發現國外有很多的 Online Open Course是開放的 那有些是需要簽約的 那我希望把國外很好的課程 中文化 讓我們的高雄市民 以及我們的學生 因為我們學生可能也不只在高雄市 以高雄市為主 然後這些學生們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接收到國際上的第一手資料跟知識 那這部分是我們之後要做 就是把國外的線上課程中文化這個部分 提供市民更多的第一手 接收到國際資訊跟課程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目前績效怎麼樣呢 我再簡短說一下 我們已經通過了這個大專院校的這個校務評鑑 五項評比項目都獲得認可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很多學校它並沒有通過這樣的校務評鑑 不是很多學校 就是說有些學校它是有些困難的 但是在空大這麼少的人力資源之下 可以通過拿到那張認可證書 我相信是我們全校師生的努力 那接下來呢 老師們除了在教學 因為我們是以教學為主 所以那個老師們還是不會忘記研究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的成果 那研究成果之後呢 那包括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在學術上有一些 這幾本書都是在我的專書裡面 我相信我有能力在幫我們學校的老師做進一步的提升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有我們教職員共同編列的專書 104年跟105年都有提供這樣的專書 那這些專書出來在我們通識教育中心評鑑上 也獲得很大的回響 然後在這個師生 國際交流方面 我們會請國外的學者做了一些座談跟交流 也是學生們也是獲益良多 然後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是市政府自己的大學 所以我們有一個城市學的學術研討會 那城市學學術研討會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研討會 因為它會讓我們的市民知道 這個高雄為什麼是宜居城市 為什麼是幸福城市 會去在這裡面 藉由產官學的議題 把相關交流式的議題做一個統整 這是我們空大很有特色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常常有人問我們說 那空大有沒有自己賺錢啊 是不是自首經費 那我想要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對中低收入戶 以及非常需要幫忙 65歲的長者都會減免經費 所以每一年都要減下大概一千多萬的錢 都是以前還有市府的一些補助 現在都要由學校去自行吸收 那這個部分的理念我是會堅持 因為呢 當我們的新住民拿到他居留證 或沒有拿到居留證 他都有 他都可以來念我們的空大 他可以在台灣 尤其是在高雄這個地方 獲得他自己的第二專長 可能他以後可以有工作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們對他們的減免 以及對他們的這些支持 我覺得是重要的 包括我們還有那個大面壽的時候 對那個新住民 或者是需要的中低收入戶 需要那個小朋友半讀 因為如果有小孩子 他不能來念書的話 我們還有半讀的計畫 就是幫他們雇這個小孩子 給他們一些閱讀上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教學的活動 讓他在學校面壽的時候的上課 可以沒有後顧之有 那我們另外一個就是有部落大學 部落大學就是針對我們的原住民朋友 他的一個大學 他的通識教育學分是以他們部落的知識為主 非常有特色 我們培養出了好幾位畢業生 然後這幾位都要自己回來空大當講師了 部落大學當講師 那有多少人呢 其實是非常多人 104年就有400多個 然後104年第二學期就有600多個 現在還在報名 所以有那麼多個就在高雄 然後由跟空大合作之後 他們學到他們自己組裡面的知識 其他組的知識之後呢 還可以拿到這個空大的學歷 我覺得這是我們會繼續在努力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BOT案 目前每年固定有權利金256萬 還有經營權利金 那第二期的工程呢 有一些延當 那不過這個延當也是在合約的範圍裡面 我們會進行相關的協調 以及相關的一個 希望他們可以快點把第二期的工程 蓋起來的這個 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再推動的話 也有相關的一個程序 再繼續走 那我們的推廣教育呢 學生也是非常多 因為我們有校外班 有不同的班級 累積的學生也是非常多 那包括暑假都有在開課了 所以推廣教育這部分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我們有監獄班 因為監獄的壽行人 他沒有辦法出來唸書 可是我們是進去 提供這個服務 讓他們在服刑的期間 可以拿到學歷 這我覺得也是空大一個很大的特色 然後我們的畢業生已經有畢業的 下一頁 台東班已經有畢業的典禮了 然後也有很多海外班的校外 就越南班啊 海外班的校外參訪 好 再下一個 那我預計 因為我很重視系友 下一頁 我希望在 可以 在12月17號的時候 辦那個 千人回娘家的活動 那現在好像 依照輔導處的統計 就是有非常爆滿的現象 就是在校園裡面 請我們的校友回娘家 我們6000個校友要發校證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 對學校有相信力 對市府各方面 可以提供不同的面向的一個幫忙 所以在展望上面 比較簡單講 就是說 我就說我們 包括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學生 他都是一個像市府建設的智庫一樣 所以在下一頁 我們在我們的ILMS系統上面 其實就像環境治理 土地法治啊 有一些法規討論 跟市府的議題討論 都在我們的網站上 也是可以免費進去進行討論 跟了解相關市政議題的 然後呢 校友這部分 我剛才有提了 下一頁 然後接下來 其實11月 我們還跟兩所國外的大學 進行簽署合作 那我會挑選他們 比較好的課程 中文化 那我也會希望我們的專人老師 有一兩門的英文全英語課程 跟他們可以互動 好 來 下一頁 那接下來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我們的越南十五班也是我們 就是市府 或者是說在 新南向政策裡面 有一個很好的點 我們台商也可以是 成為我們智庫的一部分 包括我們的老師跟實生們 然後再下一個 我必須再強調說 我們現在的學校 提供88科免費課程 只要是 只要是你可以連上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免費課程 這免費課程非常多元 是直接開放的 那接下來 我就還要再把更多的 英文的免費課程 中文化之後開放 我相信這個是空大的一個創舉 高雄是空大的一個創舉 再下一個 那我也相信 先不用點好嗎 就是在這個偏鄉教育這邊 因為我之前有一些經驗 我也希望帶來空大 利用我們的師生們 對我們的偏鄉教育跟洛舍族群 進行比較多的互動 那因為呢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其實是自己的大學 市府的自己的大學 那在這麼少的人力資源 跟資源之下 我們希望發揮最大的服務 去給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那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自己市府的唯一的一個大學 這是在台灣的一個創舉 那也希望大家 我也聽到很多議員朋友 是非常支持空大 所以在這邊呢 也是非常感謝你們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請新聞局丁局長做報告 主席 我們各位議員 我們在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透過我們新聞局所做的公用頻道 以及議會的媒體直播前面 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首先呢 這邊第一件就是要感謝我們各位議員 先生女士 對我們長期以來的支持 還有策略 不但讓我們的業務可以順利進行 而且讓我們不斷地求進步 在這邊致上深深的感謝 過去呢 台灣社會對於新聞局 或者發言人的既定印象 都說它是傳聲筒 或者說它是化妝師 但是這絕對不是我們的自我期許 我們更希望我們能夠做好 政策的說明者跟翻譯者 也是我們城市行銷的最佳向導 我們要透過多元的通路 跟創新的內容 來達到我們城市的行銷 不只看見這座城市的美麗 也看見它的故事跟它的期盼 以下呢 我們就就這個 今年三月到九月期間 我們工作的重點來向各位報告 詳細內容請各位議員參閱書一名 首先呢 是運用這個多元的通路來進行行銷 我們要利用這些多層次的內容 多面向的通路 來對我們的城市做立體 而全面的一個行銷 首先呢就是我們的行銷短片 每一年年尾新聞局 我們都會推出城市行銷的短片 來作為我們的整個城市意向的 一個重要的指引 像是前年我們推出便與不便 讓大家看見傳統跟創新的美好 去年呢我們就是推出了翻轉宿命 讓大家看見我們高雄在氣爆之後 我們堅定轉型的一個決心 今年就在十一月我們即將要推出的 我們以高雄款 高雄款作為我們的主題 什麼叫做高雄款呢 就是高雄的樣子高雄的特質 高雄人的氣味 還有我們高雄人對於美好未來的一個 一個共同的想像 我們稱它為高雄款 我們希望呢能夠從市民的日常的生活經驗 還有我們城市的美麗地景裡面 然後呢我們創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 獨一無二而又值得驕傲的共同意識 用高雄款這個名字讓大家鳴記在心 這也是我們企圖透過我們城市行銷短片 所達到的目的 那我們在十一月會進行上檔 我們目前會製作有中文 英文 日 韓四種語言 那當然呢接下來我們也會就 東南亞各種語言來進行製作 我們將會在國內外的電視頻道 影音網站跟我們的飛行工具等等的地方 進行播出 好 下一頁 那當然新聞局是整個市府的新聞局 所以我們每年下冬兩季 也會透過短片的製作 來替市府的重大活動做整合的行銷 期待大家能夠到高雄來觀光旅遊 我們會在臉書 我們在臉書 YouTube 跟公眾頻道 還有我們的各個電視頻道都有播出 再來這個道路交通安全的選導 是我們固定執行交通部的一個專案任務 但是呢即使如此 我們還是在其中不斷地求情求變 去尋找切合我們城市重點交通議題的內容 譬如說大家看到高雄市左轉的新聞 老實說令我們非常的不愉快 但是呢面對問題 就是要面對它 處理它 放下它 所以呢我們今年呢 特別推出高雄更好轉的主題 就是要來改善我們市民的交通習慣 洗刷高雄市左轉的污名 也代表我們願意正視問題 改善問題的一個決心 我們之前在去年的交通安全宣導 是有獲得交通部大安宣導的第一名 就是因為我們不斷做這種嘗試的努力 好 接下來 再來就是我們當然也有透過平面媒體來進行行銷 包括說宣導的主題 就我們今年重大的活動 像是高雄國際遊艇展 我們的港灣城市論壇 當然我們跟各位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政策 也有進行宣導 另外就是我們的戶外廣告的製作 這邊特別一提的 像是我們在高雄火車站月台的通道這邊 有做一個翻轉宿命的系列 我們希望每一位來到高雄的旅客 在這個匆匆的行旅之中 都能夠走過這一條 看到高雄發展的時光隧道 不但看到過去跟現在的高雄 看到我們城市進步的軌跡 更能看到我們要辛苦掙脫 我們要努力去掙脫這樣一個辛苦的宿命 要謀求我們城市轉型的一個決心 好 再下來 再來當然這個是 我們說現在是網路的時代 但是網路已經不是一種新東西了 它已經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方式 當然我們的傳播也要自然融入其中了 那這邊特別值得一提說 我們對於通訊軟體的應用 過去大家想到這些網路行銷 想到不是只是一些觀光娛樂性質訊息的傳遞 也不是一個固定化的政令看板 我們現在在各種的天然災害 還有緊急狀況發生的同時 我們也善盡通訊軟體的即時性的特性 像是最近在風災的期間 我們所有的停班停課緊急應變的措施 還有我們災情的資訊 都能透過通訊軟體做最即時的通知 目前為止我們高雄市政府的Line好友 已經超過66萬8千多人 臉書也有超過30萬人 好 一下 那當然就是剛剛講到網路 有網際就沒有國際 我們的國際行銷 當然也要利用網路的工具 像我們之前推出全台灣第一個公部門 有認證過的推特跟Instagram 那我們接下來也是持續利用它 進行我們的國際行銷 好 接下來 再下一頁 再下來 再下一頁 好 再來就是我們在公用頻道方面的製作 我們透過《玩客風高雄》 《高雄38條通》《好家在高雄》 跟《幸福在高雄》等節目 來推廣我們的地方文化 下一頁 首先是我們《玩客風高雄》 然後透過我們的 我們就是透過《玩客風高雄》的節目 對我們的地方的文化跟農特產品進行行銷 那它不只是在我們公用頻道播出 它也會在三立、都會台、綜合台等等的頻道來播出 下一頁 好 我們的高雄《三十八條通》 各位議員非常關注 我們不同的區域 以及大家各自家鄉的行銷 我們也透過《三十八條通》來充分的行銷 下一頁 然後《好家在高雄》 則是對我們的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進行介紹 下一頁 《幸福高雄》是我們 我們一個重要的政策跟說明的平台 同時也採取台語的播報 下一頁 再來就是活動的辦理 活動的辦理 我們希望能夠擺脫過去對於辦活動就是一個唱歌跳舞的思維 希望透過活動 不管是在創新的行銷 還是在引動政策上面 都要有更好的效果 譬如說就是我們的下一個 就是我們的吉祥物PK站 去年我們辦理高雄城市吉祥物PK站 不但受到我們市民的歡迎 也受到全國的矚目 那今年我們擴大辦理 我們不只邀請全國的政府公部門的吉祥物 我們也還邀請我們的民間企業一起來參加 參加 今年總共有32隊 57支的吉祥物一起來參加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一個行銷資源槓桿的操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次每個參與的城市跟企業 他們都積極的投入行銷資源 這個同時不但推廣了他們本身的吉祥物 同時也推廣到我們的活動 更行銷到高雄 高雄作為一個全國的重要創意展演的最佳平台 替我們來告訴全國的民眾 高雄有企圖心 有誠意 要做台灣的創意之都 這對我們的設計產業跟數位內容產業 影音產業甚至觀光 都是一個有效的行銷 好 下一頁 或者呢 又像是說我們辦反統戰的活動 過去大家講到衛教的宣導 就是想到的就是對一個正確衛生資訊的單項傳播 這當然不是不對啦 但是我們認為是不夠 我們希望透過像反統戰這樣的一個活動 透過一個趣味有創意的文案例 讓民眾能夠把清除積水容器消滅資深圓的印象 升職於心然後廣泛散播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透過這個有趣而有誘因的拍照抽獎活動的設計 讓民眾能夠透過實際的行動來做防疫 這個我們把民眾的行為模式放入我們整個衛教宣導的思考 相信這也是值得鼓勵的 我們總共最後上傳的照片到目前為止一共有16500多件 好 下一頁 那當然我們還有辦理高雄廣播節 當然廣播呢大家會認為說好像是比較傳統的媒體 但是呢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在現在的時代替它找到新的生命 今年特地來辦理高雄廣播節的活動 跟我們全高雄的廣播電台業者一起合作 下一頁 那在高雄廣播節辦理的同時呢 我們也邀請知名的廣播人進行非常有質感的講座 下一頁 那同時在我們自己辦理活動 我們對高雄市民間的重要活動的協助也是不遺餘力 比如說包括我們的意想樂園佳年華 高雄啤酒節 當然還有我們的地方文化活動 內門的宋江鎮 下一頁 下一頁 再往下 再來就是我們也進行出版品的製作 包括其中最特別就是我們的高雄款 在今年度改版以後 跟聯合文學合作 呈現非常有質感的一份刊物 這也提升我們整個城市的文化氣質 下一頁 下一頁 然後包括我們的海洋首都高雄 這個是我們對國際行銷的利器 下一頁 還有我們的高雄市簡介 今年又印製包括有中英日簡中等四種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也會去做東南亞語言的版本 下一頁 那跟大家報告的是剛剛提到廣播節 事實上我們所經營的高雄廣播電台持續表現優秀 今年我們又獲得金鐘獎 下一頁 所以以上跟各位議員報告就是說 希望我們未來在高新聞局的整個市政行銷跟政策說明的任務上面 過去是一個單項傳播的思考 在現代的時代裡面著重的是雙項乃至於多項的一個溝通 這也是我們在接下來不管是政策的行程 政策的說明的過程中間 所努力要去學習不斷致力發展的一個方向 以上謝謝各位議員 謝謝丁局長 謝謝丁局長 接著請文化局代理局長王文翠 王代理局長做報告 主席各位議員大家早 在文化局進行工作報告之前 我先介紹我們文化局新任的主管 首先是副局長林尚音 文字中心主任林冠宇 文創中心主任小輔咒 文化中心處長張金玲 還有美術館新任的館長李玉玲 接下來有關文化局的6到10月的一個工作報告 春天藝術節我們製作了一個環境劇場的歷史大戲建成 其實它是為了左營舊城的建成計畫揭開序曲 那修建台灣的第一時程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重點任務 那這一齣環境劇場建成呢 其實它是結合了歌仔戲跟玉劇 那非常難得的它也集結了國內傳統戲曲的六大天王 這是完全沒有見過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呢我們也動員了超過五百個人的一個演出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劇場的呈現 能夠讓大家更加認識左營舊城的歷史 那左營舊城的建成計畫呢 其實我們是以再現台灣第一時程一個歷史場景為目標 那這個舊城的那個區域面積其實高達五十一公頃 那它也是全台目前保存最完整 而且最早面積最大的一個時程 那我們呢擬定了五個計畫 除了東西南北門之外 還有包含城內的一個空間 那裡頭有相關二十四個子計畫 那我們分八年 然後目前文化部是初步核定二十億的經費 那接下來黃埔新村的一個換房辦桌的一個活動 黃埔新村我們首創了移住待戶的一個計畫 那第一波第二波的那個新住戶已經入住了 那目前我們第三波也已經甄選出來了 那預定在相關的空間整理好之後呢 也預定要入住了 那新的一個指定登陸的文化資產的部分 古蹟歷史建築的那個審議 我們通過了高雄市大人路 原延城丁二丁木的那個連動街屋的 作為設定古蹟 那另外呢 還有原台灣總督府交通局 高雄足港出張所 平和丁官社群為歷史建築 那無形化資產的部分 在傳統藝術民俗跟有關無物的審議大會一頭 我們決議了 還有美農廣善堂的宋智指揮祭典 還有La Loire的順備祭 然後還有新威勸善堂的祭和江禁義種的祭典 登陸為我們設定的民俗 那另外呢也把齊山天后宮的繞進祭典 作為列車追蹤 那下半年表演藝術比較重要的活動 就是莊頭藝稅節 那這個活動是從八月到十二月 那我們會有四十場的演出 在高雄二十五個行政區進行 那我們也結合了歌仔戲 小女娜戲還有音樂會還有玉劇的 一個精彩的表演節目 那在七月份呢 我們正式營運了哈馬興台灣鐵道館 這個鐵道館其實是以模型的方式來呈現 那全館都是以HO規格 就是一比八十七的比例 來設置了台灣百年鐵道的經典的場景 那我們裡頭有一千多座的那個房屋的模型 然後有三十一種的復刻的火車做動態的行駛 然後還有兩百多處的那個經典的場景 光鋪設的軌道就長達了兩千公尺 那其中呢還加入了一個日夜成昏的光影的變化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擬爭的 那另外博二工創基地我們預計在年底會完成 那我們目前正在進行招募夥伴 那我們希望我們裡頭規劃了七十間大大小小的一個 進駐的辦公室 那更有許多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間 其實我們是希望這樣透過實體空間的共享 我們可以讓進駐的文創工作者可以做跨領域的一個合作跟交流 那博二藝術家駐村計畫的部分呢 我們從一百零三年到現在 其實我們透過官網跟國際網路平台來徵選藝術創作者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藝術家進駐 是能夠跟在地的文化地理還有社會議題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執行到第五期第六期 那目前預定會有十三組的藝術家進駐 那本市的文創設計人才駐市計畫 這個駐市計畫其實我們也是從一百零三年到現在 那其實我們希望透過引進文創的微品牌 然後來讓它在大義的倉庫的空間 能夠去營運去經營它的品牌 那其實我們也提供每個月的那個注釋金 作為它的營運資金 那目前呢我們也辦理了第十五期次 那預定在年底可以進駐二十六位 那每年應該說從去年開始 春藝的那個小劇場 它就針對全國的劇團 辦理的徵選計畫 那今年現在我們也正在進行 明年的春藝的小劇場的徵選計畫 那我們除了開放全國劇團 報名的真心真意的一個計畫之外 我們另外新增了一個 新南臺灣的新劇團來報名的 鎮鋼小劇場的那個計畫 我們希望徵選出來的優秀的劇團 能夠納入明年的那個春藝的表演的行列 那有關流行音樂的部分 我們在大衣倉庫的西式Live Wayhouse 那這樣一個空間 我們從去年六月份開始營運到現在 我們假日呢 基本上是非常積極的邀請 國內外知名的藝人 能夠來參與演出 那目前一個有三十七場的演出了 那白天的部分 我們也充分地利用那個空間 我們進行了音樂夥伴教招令 那這個音樂夥伴教招令 就是希望透過一些流行音樂相關的業者 或是課程來培訓南部流行音樂的人才 那目前呢 我們也第二波增進已經完成 那陸陸續續會來進駐使用這個空間 那另外呢 我們在鼓勵年輕人對台語歌曲的創作部分 我們南面兒歌 那南面兒歌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它的那個所有的針見發表和發行專輯 那另外我們也在今年的九月呢 也進行了發表會 那還有一個是青春尬歌 其實它跟流行音樂也相關 它是校園原創音樂的樂團的徵選計畫 那它除了徵選出來之後 我們還會有一個紀念合集的一個錄製 那另外還會有一個演唱會的發表 那另外在美術館的部分 有一個亞洲首選的一個展覽 是很特別的 那它就是看穿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 我想這樣的一個展覽 一般人一定以為 它是一個專業攝影師的一個作品 展覽作品 其實它不是 它是第一次 它是標榜不是名家不是名作的一個攝影藝術展 那它也是全國首例 那它也在美術館是亞洲的首展 那黃文朗讀節在高雄博爾跟台北華山 是屬於雙城共同舉行的 那已經進行了第四年 那也剛剛舉辦完畢 那這次呢是在我們博爾的B10 In Our Time的那個空間進行 那規劃了朗讀劇場跟朗讀 城市朗讀的兩個單元 那另外呢 今年的打狗風浴文學獎 我們已經完成了針見 那目前在進行評選作業 那我們預定在12月進行頒獎典禮 那後續呢我們會把得獎的作品集結出版 那有關氣爆的專書的部分 有別於其他的那些比較屬於傷痛型的專書 都是以口述訪談為主 我們這本氣爆專書它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以文字圖表來比較客觀地呈現氣爆 一個復健的過程 那它其實是收集那個救災安置跟輔助 跟重建的各時期的文書資料 然後把它系統化的匯編起來 那我們也已經在7月底出版 那年底呢還有一些工作重點還有一些活動 也跟各位議員做一些報告 有關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的 興建工程的進度部分 我們第一標工程目前 一定在今年年底會完成 那目前跟第一標工程的部分 已經跟文化部在進行財產波用的程序 那文化局也在進行一個招商的前置作業 那第二標工程的進度 目前是穩定超前 我們也希望能夠以108年完工的目標 進行來進行這個案子 那奇山圖書館分館的興建工程 目前已經進行到西部設計的報告書 那我們預定年底能夠來進行實體的工程興建 然後我們預定是107年可以啟用 那有關三個會期 我們剛剛透過的行政法人的部分 我們目前還是按照我們的進度 是以史播館跟電影館兩館先行改制 我們預定在明年的1月1號 能夠正式掛牌 那目前我們也針對改制前的相關法規的擬定 還有我們也開了第一次的董事會 所以我們目前在積極地進行它改制前的籌備工作 那接下來是我們年底要登場的一些重大的活動 首先登場的是在這個禮拜五會登場的高雄電影節 那高雄電影節今年它其實 以往高雄電影節都是在比較商業隱成的場地來放映電影 那我們今年都是利用我們文化局相關的場域來放映 那今年的主題叫巨獸時代 我們希望能夠是帶領觀眾用哲學的視野來看見我們恐懼的一個源頭 那另外高雄電影節有個非常具有特色的國際短片競賽 它現在目前是亞洲第二大的短片影展 那我們今年總共有2500多部的作品報名 我們比去年還要成長了20% 那今年我們也預定把這樣的短片的競賽在華山舉行 然後我們希望把短片跟我們相關的重要的影人能夠帶往台北 能跟台北部的觀眾可以近距離的接觸 那接下來要進行的是在博厄的 博厄動漫記同仁制的創作展 這個在博厄已經舉辦了六年 那今年規劃的兩個單元是同仁制創作展跟動漫形式的當代藝術展 那這個活動每一年都吸引非常多的年輕人到場來參與 那接下來在年底還會進行高雄藝術博覽會 這也在文化舉行進行的第四年都在博二 那今年我們集結了國內外96家的畫廊來共同參與 那今年的主題國呢是選定韓國跟菲律賓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兩個主題國 來作為我們一個腰斬的一個對象 那今年呢我們也配合高雄的產官學各方的資源 那也結合地方的藝文機構 我們也同時會在博覽會前舉辦藝文沙龍 我們希望能夠就這個活動來培養南部的藝術的新力量 那接下來史博館呢它在今年年底要進行第一屆的高雄史的研討會 那史博館它在前年年底成立了高雄研究文獻中心 那對於文獻保存跟發掘它有系統性的進行 那為了累積它的文史復刻跟在地文史書寫的成果 我們要進行第一次的打狗築港與石藥的研討會 我們希望藉這個研討會來深化高雄文史的研究 那另外呢在年底也會進行第21屆的軍決獎 這個軍決獎今年會在岡山文化中心進行 那今年會有18個國家來參與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是它結合東方茶跟西方的酒 來作為我們這次調酒的一個主題 那以上謝謝各位議員的聆聽 請進行指教 謝謝 我們要不要休息 是不是需要休息上洗手間五分鐘 要就請點頭沒關係 好 那我們先休息五分鐘就好了好不好 馬上回來 ех取消防器 我們先來 你們 smoke